澳門秋後算帳,拘捕工會領袖 澳門秋後算帳,拘捕工會領袖 澳門五一遊行引發衝突 示威者和警方對視到昨天凌晨 有份發起遊行的李兆坤,之後還接受訪問 但過早沒內就被警察抓了,告他襲擊一對澳洲籍夫婦 扣留到昨天早上7點多自獲釋 說的是遊行當日下午,這個澳洲人在混亂中被人打 他之後看新聞認出李兆坤,所以報警 不過看回我們拍到他的片,當時是一個十幾歲年輕人 懷疑打銀河包被工人抓住來打 那個澳洲男人就挺身而出 澳洲籍人士站出來,打了我叔叔吉權 那我叔叔叫,叫當中很多市民用拳打他 我就勸喻他出去拿手,警察不要打了 澳洲籍人士,不知道為什麼他 他又不懂聽,我們又不懂說,就是語言問題 片段裡面,看不到李兆坤打過過澳洲人 反而他還叫過澳洲人走入橫行避下 李兆坤說是警方只是檢控他掩蓋工人的聲音 你找我,你不用時間來找我,有些政治迫害 工會說,沒有想過遊行會演變成衝突 但歸根究底,是政府施政差激發市民怨氣 他們沒有了就業權益,也等於沒有了生活來源 得到發洩的機會有的時候,就好像火山爆發 也就是等於火山爆發之前,是很難預察得到的 今次衝突造成超過40人受傷 澳門政府說,留意的傷者情況穩定